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季发生了 钟浩然禁区内倒地 绿城队获得金字般的点球 迪诺操刀 主罚命中 2-2 绿城队上演绝评 全场比赛结束 双方手回合的较量不输不赢 次回合进行终极决战 虽然是一场2-2的平局 但武汉卓尔队与浙江绿城队心情大不一样 当剩下最后的几秒钟 绿城队依靠永不放弃的进攻 赢得一力点球时 球员们跪在地上 激动知情 无以言表 主教练郑雄 更是又蹦又跳 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 最终迪诺 点射破门成功 上演令人 新潮澎湃的绝评 看台上的绿城 球迷们沸腾了 绿城替补其 也瞬间陷入了疯狂 相比之下 武汉卓尔队上下 则陷入了沉默中 教练齐上的教练们 集体猛逼 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 毕竟从上半场来看 武汉卓尔似乎会轻松获得大胜 但下半场却情势突变 被对手上演绝评 此外武汉卓尔队的临场调整 也引发了不小争议 比如在下半时 将巴普蒂斯堂换下场 赛后球迷们纷纷表示 武汉卓尔本来是一手好牌 却打得稀赖 根本不知道马永康 唐力 郑丁这几个人里面 究竟是谁说了算 这篇足球新闻播报完了 我是小翔哥 欢迎点击订阅 咱们下期再见